这边是福州的富人居住区啊 看他们这边富人居住区怎么样 那这边你看那些房子 还有这边这些房子那些高楼 那边你别看着感觉很普通啊 它这边都是宁江的 那边的话宁子的话就是福州的敏江了 福建的敏江 福建的第一大河 宁江豪宅的话 你别看福州是一个二线城市 它这边这个豪宅的话 都是七万到十多万一瓶的 就一套要这个便宜的都是一千多万 贵的话三千多万 整个这一片都是属于他们的这个富人区 这边也是的 它整个富人区比较大 分一二三四五六 不对一二三四四七 分为ABCD区 这边应该是它比较早的那个 A区附近 因为是富人区 我感觉这边的这个 人不是很多 而且你看看这边的这些这个店面 感觉都是那种比较高端的 这边也都是的 而且都是这个豪宅 你看看这边叫什么 外滩 它这边是福州的外滩 就跟那种上海的 学的上海那边那个外滩一样的 福州这边也是有这个共享单车可以用的 有的这个大城市没有 比如说重庆就没有 因为重庆是三层 这个不好骑车 它这边停的这个车 大家看一下 88Q888 一般这个停到外面的车都不是这个真正的好车 他们好车一般都停在地库里面的 停到外面的话用网友的话数就是买菜车 但是它一般他们的买菜车 普通人也是这一个难以奇迹的 这边都是这个豪宅 福州这边被称为这个龙城 所以它这边种的这个龙数也非常的多 看整个这边 这边绿化真的是相当的好 感受一下 像在这个公园里面一样的 这边也都是的 然后再走到那个路口那边可能就是出了他们豪宅区了 就是比较普通的区域了 这边的话一个大桥啊 它这边很多的这个车子全部都是停在这个大桥底下的 应该是周围的这个居民秀的 福州这个城市2022年的GDP有12000多亿啊 在中国来说也算是比较靠前的了 综合实力在中国应该是第19第20的大概这个位置 但是如果和沿海其他的这个大省啊相比的话 福建整个这个地块啊 发展的效果稍微弱了一些啊 比如说和那一个广东啊 浙江啊 江苏啊 相比他就弱了一些 那几个这个还有山东啊 山东其实也是这个沿海的 不过更靠这个北边的啊 山东这个最有名的城市就是青岛了 那刚刚说的这几个山东江苏浙江 广东 哇他们四个省啊 GDP就是全国全市的 四个 但是这个福建却不是第五啊 他是第八 还有一个比较弱的话就是广西 那就更弱了 我在所有这个沿海的城市里面 沿海大省里面 福建应该应该是第二弱的 倒数第二的倒数第一的是广西 但是福建这个这个富人还是很多的 他这边豪宅区还是非常多的 从这边往前面延伸 这边都是他们豪宅区啊 连绵这一个至少两三公里吧 他这个城市也是很繁忙啊 看看这里面 来来往往的这个车辆 看这来往的车辆 他这边城市绿化也是非常好 他这边为什么要种这么多榕树呢 因为这个城市很热啊 夏天的时候非常热 不是一般的热 它是中国十大火炉自成啊 这好像好多都是开BBA的 火炉自成 跟重庆有的一拼啊 重庆也是非常的热 重庆的那种热让人难以忍受啊 而且他这边房价非常贵啊 你别看那是二线城市 然后感觉发展不行 但是他这边房价特别贵 不然他豪宅这些别墅怎么可以 这还不是别墅啊 就普通居住区 邻江居住区可以卖的这个七万到十万 别像那一个新一县大城 他那边武汉邻江豪宅也就是七万到十万 而且他邻的是这一个中国第一大河长江 他这边邻的只不过是福建第一大河 就这么贵啊 这里面这里面再往这里面有很多都是那个别墅区啊 所以整个这个地块这边全部都是富人区区啊 别墅的话也非常贵啊 宁江的豪宅别墅 都是这个三千多万呀五千多万一套的 都是那种独栋的大别墅 整个这里你可能随便拿个砖头一砸 砸的这一个人可能就是这个千万富豪啊 所以说是相当的厉害了 所以说是相当的厉害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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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